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把话题锁定在年底的首都市长选举上面 相较于民调持续领先的先人市长柯文哲 落后的丁守忠跟姚文志 纷纷急起奋起直追 党中央也派重兵进驻 这样紧绷的选情不容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可是偏偏似乎三位候选人 可能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错误 这些错误对于最后的选情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今天就这个部分我们来进一步的讨论 为各位邀请了五位的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王卫中 文家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柯文哲市长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林小席 大家好 他有一个新的身份 他已经到竞选总部 所以有关竞选的议题 他可以尽情的发挥 另外两位是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参与人 李明显跟钟佩军 因为拜票形成比较拥挤繁忙 随后会进入现场 老朋友汪世奇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相关的新闻画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市党部跟这个中央都愿意整合一体 那中央有更多的关心 这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市党部跟中央更多的这个关心跟支持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市党部跟这个中央都愿意整合一体 除了这个框栗主委已经在拼命的陪我在跑基层之外 那中央有更多的关心 这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那是说这个钟永泉要加入你的这个会议是不是 我们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规划里面 本来事实上就是有我们地方跟中央 跟我们一起辅选团队的汇报 那这个都是大家要配合互相的政策的 那是明天开始吧 礼拜三会开始对的 那是不是党中央也真的急了对于你的选捷 我想我们大家对我们的选情都非常的这个积极认真 我们也都全力以赴 邱文讲说他要退选 然后还说因为台湾是有没有禁决充实的作修和八卦 所以他要退选 我觉得邱副市长这个他要有很多宝贵的意见 还有在医学方面 尤其在医疗政策方面的专业 那我都会去向他请议 好回到现场 我大概大胆的做主 他把这个讨论的议题顺序再调整一下 先谈一下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两位代表目前都还没从电梯里面跳出来 OK不要说国民党着急 民进党我看也相当着急 蔡英文总统说我看不下去了 派总统级的团队抢救姚文志的选情 同时前总统前市长陈水扁先生的两大文宣 包括所谓的组织的大将 也方式进驻姚文志委员的竞选团队 因为姚文志进来因为猫的动画那土耳 加上这个同党的北市员高嘉瑜的议题 让选情严重的恶化 我所知道还蛮某种真的蛮边缘化的 这让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原本就打算安排海基会副董事长 姚伦多协助又召集党内大佬会商 又安排多位前总统 包括陈水扁的核心幕僚 包括林德逊 郭文斌 肉兵等等 堪称是总统级的竞选团队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天 因为姚文志委员的一些相关的争议 所以姚伦多也写了一个手稿给他 说文志要反省自己 不要责怪别人 最后是说爱你多 这内容大概有几点 他交代姚文志 分别是反省自己 不要责怪别人 不可切割发言人 三 不要去想党纪 靠党纪竞选市长是不光彩的 是 不要想一下子变成第一名 要先变成第二名 再去想第一名 五 政策政策政策 六 立刻把猫的动画给我停掉 维总怎么看总统这么关心选情 也把他身边最信任的文宣大将 包括前总统都很信任的 一些组织大将都给了姚文志 党秘书长亲自操盘 重兵中的重兵都到了 您对委员后续的竞选的情势 您乐观吗 我认为姚文志他的成长幅度 会是三候选里面最高的 因为 没有什么因为 那个等一下你再讲 我以为你要套出我说他现在选情比较低 所以成长的倍数会比较多 OK 不是 我没内容 我们观察为什么他的那个jumping的力道会特别大 我认为其实当初我们在决定要不要自己提名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的讨论跟纷争 那当时那个姚委员为什么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让党决定说是自体 因为他在当时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 他有一些这个数字 有些民调的这个 是让基层的绿营制作者觉得说 好像可以一拼 因为我相信就算是最 我们最铁杆的跟着民进党打仗最久的这些这个选民啊 没有人是喜欢打败仗的 大家在讨论你要如何去经营一个战略之前 胜算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战没有任何的权重 那当然有的人说 有的你要为了理念为了党魂什么 那个是一回事 但是你不可能在整体考量里面 胜算这个部分占0% 这个是不会的 那当时姚文智他的确让大家看到他 好像是有他的爆发力 可是没有想到这几个月呢 看起来有点对他有点不利 就是我们民进党整个选情是比较低迷 越来越低迷 但是从上礼拜开始这个危机又是转机 我看到已经在谷底反弹了 而且您刚刚讲的这几位的辅选干部的进驻 包括姚仁多包括林德逊包括郭文斌 其实他们对于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们对于选战 还有对于选民的心理的那个手忍度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我看到这几天姚文智他的这种相关的发言 还有行程的安排已经看出是不上正轨 包括你看哪个事件可不可以举一个 包括你看他回应 我们刚刚我们看到他回应那个高嘉瑜事件 然后像今天其实也有我们前 已经被民进党开除的之前的同志 就跑到党中央去说要开除我跟高嘉瑜 我也不了解这个理由何在 因为他已经不是党员了 但他跑到民进党中央说要开除我们 那姚文智的回应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团结 跟上礼拜他的对就是嘉瑜被宏力气呛的这个 他的回应就有所不同 那你在看前几天网路上有哭手歌曲 这个如果是写我的话我也会大概会这个辗转反侧难免 那是姚文智他显然他在至少在镜头前面 他表现出了他的这种幽默跟豁达 我看起来觉得有步上一个正轨 因为你在我们说选举特别到最后是要靠一个市 所以才会有造势嘛 那你这个市之前在六七月的时候 看起来民进党的市不是很好 甚至可能是往下的 那我们现在要想要团结民进党 还要把选民号召回来以及创造一个圣机 就是你要把这个市要往上走 往上走当然主帅你的从容你的态度 还有你整个格局这个是基本条件 所以上次我们大概谈这一题 我也举了那个Benjamin Franklin的一句话 他说把诋毁你的文字写在沙上面 风吹吹就算了 但是把帮助过你的文字 刻在大理石上面 永远要记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参与选举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像柯文哲柯市长说 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 好吧 他解决一个很重大的战略辨识的要件 就是说只要不是敌人 你统统都是我的朋友 可是我必须比较不客气点出姚委员 您过去 只要不是朋友通通那边点名 您可能就是我的敌人 包括我再骂一次 你旁边助选的人 不因为我们一直在新闻所做的 你的民调偏低 就在那个 拿着不要说 那个是什么混的浙面就是假的 所以我还是有点风度 不能这样子 我假在哪里 你可以说我的Messodology 什么东西有问题 我都接受 我从来不跟他辨说我们多准 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新方法去做民调 本来就我们的科学基础 我不敢说我包准包怎么样 但是不能说人家就是假民调 我觉得这个是你把我推成 要当你的敌人吗 你不需要 新闻的很多朋友 来跟你一起为这场选战 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 给你公平的评价吗 我觉得这一点要再反思了 吃起文杰兄前几天来 他对台北的选情 因为他被点名是科黑 等一下我们要谈一下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结语 我说文杰 你是这个快评的快手 拿剪刀的卡卡 就可以再1000个字 剪出20个字做结论的 他说首都市长选举 毕竟是一场选举 但是民进党不能输的是一个什么 党的长期的路线跟坚持 这句话听起来我觉得 当然他跟科市长切割很清楚 但是对姚文智委员 也不是给予很大 强烈信心的支持 可以输但是动不可以输 所以因为这场选举 有党的坚持的更重要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姚文智个人 我的解读会不会过多 你也随时纠正我 是不是说你输也没关系 您的干嘛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 多少心里面会有一个天平 也就是说各种民调的确也看得出来 那谁的气势好 谁的气势比较弱 这件事情我想是事实 也不用去硬掰说 哦没有 民调一定会赢 姚文智都已经撩下狠话 只要选输就怎样怎样 所以一定会赢 倒也不用做这些 媚于事实的评论 的确姚文智的 这个选情 并不是那么的嗨 不是那么的情势大 那我不觉得梁文杰是有在唱吹他 我觉得他倒是蛮平实的讲出 现在的现况 但是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 两大部分 如果是从梁文杰的 柯黑的部分开始讲说 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过说 好像是陈景俊副市长 有打电话给一些部分的市议员 问说 有没有什么市长可以帮忙的 关于选举的部分 民进党籍的吗 应该是 而且好像说 而且听说好像不只是民进党籍 也就是比较友善的一些人 也不是全面性的打 所以其实的确是有一些挑选 那挑选的大概也就是被 视为是有科的这些人 那所以没有被打到电话 像梁文杰 我相信他绝对是 不会被打电话 还有王世坚 这是柯黑大魔王 那所以 就会有这样子的消息出来 有一些是柯黑 那这些柯黑不会获得 柯文哲的任何的 给予的好处 或者是连带的拉抬 完全不会 甚至于希望他们能够落选 这是柯黑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说 梁文杰 他其实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经常会跳出来 变成一个观察的角色 来分析现在的政治局 所以我倒觉得 的确他对于 姚文智的选情 是基于一个客观分析的事实 但是姚文智 现在看起来 在团队重整之后 步调有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他过去选到 我们都批评过很多次 就是他已经选到 好像与天下人为敌的概念 谁谁谁都是他的敌人 可是最近倒是不会 有调整 对 譬如说他昨天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当大家在问他说 丁守中是不是有失言的 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倒是也没有去强力批评丁守中 反而很巧妙的把它转化成 推销他自己的一些政策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进步 那姚仁多也告诉他说政策 政策政策 所以他也把握住每一个 可能可以说明的机会去阐述他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明显在改变 那个实际的状况是说 蔡英文的确召集了一些人 包括姚文志本人去官邸开会 然后呢就盯着姚文志说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通通到你的团队里面去 他们说什么你就得要给我做什么 排出来的行程你就得给我跑 也就是说 对于之前说民党放声姚文志了 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这些人除了我们看到的林德逊 郭文斌 其实还包括了一些 过去曾经的政务官 一些智库的智囊的学者 这些曾经选过总统级大选的人 通通都进驻到他的团队 所以我觉得整队之后 后世可期 整队之后这几天的表现 我觉得是明显至少回到正轨了 回到正轨之后 那看看能不能够再利用有限的时间 再加把劲往前冲 所以我一中才会说 他觉得他的幅度应该会蛮大的 就是因为他的确也是落差 跟之前的落差比较大 那整队之后 往前冲的速度 我相信应该会比他 因为过去都没人 过去就是立委办公室那几只小猫 所以战力上面的储备 我觉得的确是有差别 那现在储备好了 开始往前冲 应该速度会比较快 OK 我想这个再提醒一下 姚文治委员 您的某些民调 在那个年轻人的部分 竟然是零减出 真的打屁股 交代不过去 你不要怪哪一家公司做了民调 现在的民调 要用听听的 这些做民调的几个老板 几个学者我们都认识 你以后怎么我们彼此见面 你做什么民调跟人查这么多 所以不要动作假民调 不要这样批评 重点是有些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你太离谱 年轻人支持20到29岁 零减出 我的妈 真的你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我祝福你 我不是唱衰你 我永远鼓励竞争 那当然这个网路上也有一些 稍微比较站在反民进党的观点 说谣人多等等这样 林卓水兄过去常常讲说 当选总统 包括当选市长有三个条件 你个人的条件 你的魅力 你过去给他对你整体的印象等等 政党的偏好 我偏好无党的 我偏好国民党 民进党 还有基层的实力等等 如果回来看 首都市党选举 何尝不是这样子呢 那我想大家要结论一个 你说姚文治真的那么差吗 姚委员之外 有没有中央执政的负担 让他背得很辛苦 如果从那部分 有人就下一个结论说 那姚文多这么厉害 你先帮总统民调拉起来 不要让这些 台湾头和台湾 很多人都跟他说 有够排算 算得很辛苦 我知道民党在这部分 有他的论述 因为他的改革 有一定的所谓政治成本要负担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源头的话 是一个集体压力的话 是不是有人去帮他解开 所以有人嬉笑怒骂说 应该叫肉兵 德训 姚文多你们帮总统 把民调拉高一点 我们就好选一点 小齐怎么看这样子的评论 包括从市府团队的角度去看 两大阵营都奋起直追 你们做哪些准备 我们看到姚仁多先生 他就是好像进驻了姚文之先生 他的选拳团队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说 姚仁多先生 他目前的职务 其实是在海基会工作 那全台湾人民民众期待的也是会 因为他去那边也没有多久的时间 那最期待的还是看到姚仁多先生 能够进入海基会 能帮台湾民众做些什么 突破目前这个面临的一些困境 所以对于这部分 其实会比他在这个姚文之的 竞选团队里面所做的事情 还更重要 对台湾民众来说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主持人刚刚提到说 中央会不会有 就是在执政上面的一些 面临的一些困难 造成这个地方选举候选人的 这一些可能包袱 我想可能会有 因为中央执政他推行了很多的改革 我们看到民进党 就是在这个执政团队的部分 他们诸多的改革 的确也是有面临很多挑战 那民众这边当然也有一些 反对声浪出现 这一些都形成了 就是在目前要跑这些 不管是市长或是议员 或是里长选举的这一些候选人的一些 可能必须要去解释清楚的东西 但是呢就是说大环境整体来讲 当然可能比较不利于民进党 那所以可能会形成钟摆效应 相较于上一次的大环境来讲 会有这钟摆效应的产生 但是我认为 因为这钟摆效应 其实大家平行而论 执政的政府本来 就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但是不要把他找一个人 去变成是罪魁祸首 把这个原因推就是归咎给他 像我刚刚听到您讲 就是上一次那个梁文杰议员 我在这边有提 说我们分科黑议员 有分这个有科议员 我们对于这样的说法 真的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觉得 像魏中议员一定非常清楚 魏中你刚刚有接到那个 金准或靠给你的电位 不是 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都在通话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选举 尤其是议员跟理想选举 还有市长选举 最重要的是候选人 本身自身的努力 我相信魏中议员 能够认同这一点 你自己有没有勤跑基层 你有没有跟地方对话 就像有一些里长跟我们讲说 其他的候选人 都没有像你们市长 那里来走 坐下来跟我们泡茶 问我们什么问题 然后这三年半以来 一直帮我们办里长座谈 我们直接就可以面对面 所以我们当然挺他 他说候选人本身 如果是说你没这样做 为什么他要挺你 所以我觉得 你面对中央执政的包袱 那是一回事 可是你自身的表现是怎么样 你不能说找一个柯文哲 把你就是自身不努力 然后导致的结果 去推给柯文哲 归咎在他身上 我觉得这对我们柯市长 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们柯市长 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那另外提到梁议员 他提到柯黑议员 有柯议员 我们根本没有做这份名单 我要郑重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这份名单 那如果你要这样硬这样解释 我们可能会必须要解读成 是不是你一贯的 这个可能你的操作的方式 在悬颤当中的操作方式 我举例来说好了 梁文杰议员他每一次都说 我在边缘我可能很危险 可是每一次开票出来 他都是选第一 你说梁文杰的苦肉计是不是 他有一些他的一些移技 每个人要选举的都会打抢救牌 不是吗 上次党内出现文杰 我在路上看到他 还是很认真跟我举我文杰 帮忙 我说我能帮你什么忙 你脸书骂我几句都可以 我说我没事骂你干嘛 所以这可能是他的 就是惯用的一些方式 我们会认为说 每个人面临的状况不一样 可是最最最重要的是自身 像我们魏忠议员 就非常的努力在跑基层 你再称赞他 他会不会就越来越黑了 没有不会 他也不等于柯文哲 我个人的观点 魏忠议员真的就很认真 那我其他议员 我没有看到我不敢去评论 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 在选战里面 不断的把人家贴标签 把你自身不够努力的地方 归咎在别人身上 尤其就是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 都不要把你们自身 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一些问题 不去确实的检讨 反省改进 反而找一个柯文哲 来当罪魁祸首 好像什么都说是柯文哲的问题 他就自己就没问题 我非常的反对这种说法 的确就像我们弟弟 刚开始叫他打棒球 他常被三振 他说那个投手太强了 爸爸你去跟他讲 你实在想 我是不能跟他说 OK 佩君 我们来来来来国民党 OK 曾永泉进驻 这个丁守宗丁老师的竞选团队 那个丁老师说 有党中央高 关心 我非常的高兴 选拟市场 市场选举 进入倒数三个月 为了抢救选情 国民党主席吴敬毅指派 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泉 和主发会主委李哲华 本周15号 开始进入丁守宗 竞选团队 督导选情 判透过党中央复权力量 及资深及支援的拉抬选情 对此丁守宗10日回应 除了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卢拼命陪他跑七层外 中央有更多的关心 令他非常的高兴 那OK 但是先扫兴一下 这个节目缺点就是 常常做反高潮的事情 不好意思 OK 这个蔡正元凶 他还是党员吗 是啊 OK 这个郑元凶在他脸书上 就po了一篇文章 说国民党不要跟着笨 民进党姚文治已经挂掉了 却还磨刀霍霍 要开除柯文哲 支持柯文哲里长 搞得这位里长声望大长 可以直接宣布当选了 这场台北市长选举 事实上已经是个人特质的选战 跟政党毫无关系 郑元凶的官法 民进党还玩这种开除党籍的鸟 反而害死市议员 可以蠢到太平洋去 重点后面提到丁老师 国民党也有党籍的里长挺柯文哲 但基本上不排斥丁守忠 丁守忠选上的机会很低 国民党也有人提议要效法民进党 开除挺柯的里长 那就跟民进党一样笨 台北市的国民党现在要做的事 在赢不了的战场完全撤队 在赢得了的市议员的选战 扩大当选席次 而不是跟民进党一样笨到太平洋去 OK佩君同意前辈郑元兄的说法吗 非常不同意 我必须说这个 包括像我跟民贤哥 就是从媒体人转战政坛的人 我们对我们的支持者都 希望符合他们一个期待 就是他们很希望 国民党的新生代参选人 可以撕掉党内互打这样的标签 就是不要再来内斗内行了 所以我认为说这种灭自家人威风的话 大可不必再多言 我们现在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一战打好 其实不管像刚刚提到的里长 或者是我们这些议员参选人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共同 一个共识大家都知道 就是两个字团结 国民党在2018这一战 就是团结两个字 没有其他 我们已经在谷底没有分裂的本钱 所以其实不止党中央进驻 这个丁委员的选战办公室 其实包括像他其他的一些政策发表会 我们一定现任的议员 或是我们议员参选人 一定都会到现场去 比如说像昨天 这个妇幼政策公布的记者会 不但现场 现任议员到了 议员参选人到了 我个人加码 连小孩一起带去 因为昨天是公布妇幼政策 我们要表现出 团结的这个气势出来 这一仗才有 才有继续打下去的可能 不过说到 刚刚讨论到这个柯黑 我倒觉得蛮有趣的 我昨天晚上才跟一个这个 被标记在柯黑名单 上面的议员吃饭 他就很无奈说这个 问证也是这样问 那也没有特别什么 针对性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被 扫到这个名单里面来 那今天刚好又跟这个 有科的议员同台 我刚刚看到小熙姐这样称赞他 让我默默地想想 该不会真的是有这个名单 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名单 我要去强调一点 对对对 实际上 不过我必须要 对 不过我必须还是要正色地说 其实去确实去贴这样的表情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你看姚文治阵营 还前一阵子还要逼人家 高嘉瑜议员退选 那是不是也要说 他也有一份姚黑名单 还是有姚名单 虽然有姚名单 是在台面上 比较看不出来 姚黑可能比较明确一点 不过去贴这样的表情 确实比较没有意义 还是来想一下 大家怎么样把牛肉端出来 比较有意思 OK好这个明显 我上次看你脸书 PO一张照片 你很像 你帮人家当摄影师 帮丁老师跟一个选民 人家南港拜票 一个小超市 超市门口有一个LED灯说 现在温度40度 我要把你拿出来 节目用一下 我copy你脸书 42度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真辛苦 我说市场辛苦 市场都很辛苦 选民也很辛苦 哭了一下 42度我都不知道 躲到哪里去了 OK 郑元兄最近有很多文章 他同样在看 国民党六都的候选人 他一篇文章里面 写这几句话 他说国民党市场候选人 出了三颗小太阳 卢秀燕像温暖的阳光 侯友一向安全的堡垒 韩国瑜像激情的海浪 首都市长 首都市长 为什么没有在他的 所谓小太阳的观察名单 我不是见风查证 我提醒国民党 去思考一下 一个资深的前辈 也在担任过 非常重要的干部 他的观察 有没有看到 你们认为 丁老师应该特别注意的 创夏兄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这个写很辣 他说 据说丁守中准备了30年 完全不如韩国瑜 力拼300天 看起来李登辉 以这样历任国民党主席 不让丁守中选是对的 只有吴敦毅 愿意放行 难怪被视为是最差的党主席 这个批评很 创夏 我就说尖酸刻薄 留老朋友 直接这样讲 回应一下这些党友 包括这个评论员的一些评论 其实这些前辈 愿意批评 都要虚心接受 还有你批评 代表说对你还有所期待 对你不期不待 就完全真的哀摸大的心事 那个才是令人比较恐怖的 今天还要帮他空一天 101天 其实还要努力的空间 刚才佩军说的 团结 团结是基本功 而且在蹲马步而已 你蹲完马步之后 你要怎么出拳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我觉得除了团结之外 还要做到更多 不论是丁守中 不论姚文治 再怎么努力都不会变成柯文哲 如果你要学柯文哲那一招的话 老讲 就等于是说 蔡智元讲的说 你在柯文哲的优势战场 去跟他打 早就打不败了 所以要回到原本的主族 说丁守中怎么做丁守中 姚文治怎么做姚文治 那我就 刚佩军讲的 就说在政见的部分 那丁跟姚 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是这样 两个有没有办法 固守自己的基本盘 对南军来讲 基本 丁守中没有固守 原本的传统的 南军的基本盘 丢嘴去了 那姚文治更麻烦 姚文治行 一半走去 丁老师大概四分之一 不见 也没到四分之一 跟姚的面临的问题 是 那蓝绿的盘 很多潜然权力 照一柯文哲一下 要怎么 怎么把这些拿回来 市政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集中火力 在市政的问题 监督检讨 我就说 当然现在检讨市政 譬 譬如说丁守中 前几天公布那一个 单身 失验 荣获有失验的成分 老实讲 他也道歉 我觉得他也虚心接受 可是他只要凸显一个 治安 大家都知道治安 在光天化日之下 妈妈带孩子 光天化日之下 要跟人家搶走 很恐怖 妈妈对这个有感 还有华山的命案事件 其实重大刑案是有 这小切也不用否认 我觉得柯文哲 不能回避这些重大治安的问题 他要去提出来 我觉得说 包括丁守中 姚文治就可以主攻市政 包括你柯文哲 三年多来的市政成绩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去检验 包括我们这些市议员 现任的 甚至要选举的 其实只要在脸书 或有提出相关言论 我一提出来市政 马上脸书就被围剿 所以柯文哲的 他的友军 我不要说网军 他的友军在网路上是很强的 包括义勇军 其实替柯文哲编误 代表柯文哲很多人支持他 我觉得现在整个政治氛围 有点转变 过去传统这样打法 比如说我跟威中互打 互打的话 自己的基本盘 就会上来捍卫 可是这次不是说 蓝绿互打就有用 多了一个柯P的白色力量 你要蓝绿自己那些人 不一样 我觉得整个政治的大氛围 是这样 2016年讨厌国民党 那一个民怨还在 没有消失 民党两年多执政以来 保护很重 变成讨厌蓝的氛围还在 那2018现在桃圆绿的起来了 那怎么办 他要找一个投射的投射 所以他对柯文哲也有所期待 可是民众对柯文哲也有所期待的时候 蓝绿就要去检验啊 譬如台北市的市政 柯文哲跟我们照料很好的 今儿期检验吗 市政成绩可以检验吗 所以第一手中 雅文志要做自己 而不是变成第一个柯文哲 OK 我们进下一段提纲的时候 进VCR之前 我再补充一下 最近有些同学在考他们 我说你可不可以用管理学的角度 思考一下柯文哲的政治现象 其实我心中的答案是这个 我不说这个我公布标准答案 我鼓励你们每个人思考 最近有本书 是商学院同学都在念 叫做最强的边缘优势 边缘优势会跟我们过去 传统管理学 学这个叫什么 最强的核心优势 我最强的核心 现在谈来是边缘的优势 它有一个很生态学的注解 最强边缘优势 这本书主张 两个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地带 往往就是动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 因为两个生态系统的族群 养分及食物 都会在边缘地带中混合在一起 产生最肥沃的土壤 形成生态学家中口中的边缘效果 叫Edge Effect 越来越多的机会 出现在这种不明确的边缘地带 这个管理学的思考 也给有意在台湾投入政治的朋友们 进一步咀嚼再咀嚼 我们进一段BCR 他们是来参加我们的选举会报 然后听到什么 还是帮我们装切听器 都搞不清楚 梁文杰说你好像故意 针对议员拉一个打一个 是毛泽东战法 这个就是这样 苏东坡跟活运的故事 所以你觉得他是苏东坡 你是国益 不是啦 我跟你说 心中有仇恨 看什么都仇恨 那真的有没有针对许舒华 这些三法归类为柯黑议员在处理 不是啦 这是这样啦 他们是来参加我们的选举会报 然后听到什么 还是帮我们装切听器 都搞不清楚 实在是 所以有什么黑科名单吗 我跟你说 黑科名单哪里需要我们讲 这网路上自己 大家自己就回去去处理了 那你心目中有谁 蛤 你心目中的柯黑 其實我还好啦 我看每个议员 連王世荆也都可以忍受 他有什么不能忍受 那如果我的8月 会造成大家这样子的不悦的话 我在那里表示抱歉 我的本意是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那如果说会造成 8家的这个不悦不快 那想起来就会更谨慎 我对大家表示抱歉 但是我的本意啊 也是希望用 引用科学的这个数据资料 对集六种这种特质于一身的人 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心 这样子强化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你是有感受到压力才有道歉 我觉得 因为大家有这样子认知 那如果我的发言 会造成大家这样子的不悦的话 我再能表示抱歉 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引用科学的数据资料 而且是为普普的文字 好 回到现场的选情 越来越激烈 几位主要候选人 笑话 一不小心就多说了 或少说了 可能造成很大的政治风波了 过去我们常讲说 失言有的时候 往往才是食言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就看最近 这个引起风波的是 丁守中丁老师 他在一个富有安全的 一个记者会中表示 单身独居失业难 是社会不定时的炸弹 那当然这话说 引起社会很多负面的评价 顶守中老师 第一时间也包括他自己 跟他的竞争总干事 这个都一起来跟大家说道歉 说造成某些族群的不愉快 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他的记者会说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显示 就是无婚的 独居的 失业的 无亲密关系的 人际关系不佳的男性 可能有虐童或随机杀人倾向 是社会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立刻第一时间说 你这个讲法 是帮这些人贴上一个 莫名其妙的所谓认证标签 OK 那这个后续的影响是蛮大 我们老朋友 这个俄文胡胡孝辰同学 他有好几个特质 都跟刚才描述的很接近 未婚独居 但他非常孝顺 常带妈妈出去OK 他在他脸书第一时间都炮轰 他说叮叮 根据过往大数据分析中 在社会上挫败的人发现 属于男性无婚姻 独居失业 缺乏亲密友人等特质 会有虐童随机杀人情形 这是社会上不定时的炸弹 我也根据大数据显示 你是木乃伊时代的参选人 而且大数据说 你还一定败选 还加上用上世纪90年代的 乱贴标签的概念 你是不入流的参选人 OK 这回应得非常重 这是一个标签法 大家觉得最不妥当的 虽然随后丁守中老师也发表了 的确我个人解读 是一个蛮贴心的 蛮到位的一些妇佑政策 可是好的政策 似乎被错误的发言 给掩盖过去了 佩君做一个妈妈 你当然关心小朋友 你也担心说有些 的确这个社会是有些男孩子 有那种暴力倾向的 OK 你怎么在看丁老师的发言 我最近带小孩出门 我女儿现在三岁 然后这个溃走路 然后也懂事 然后到上人行道的时候 他就突然放开我的手 说他要自己走 可是下一秒 我就立刻把他手抓回来 因为我脑中就闪过 刚刚在明言歌讲的 内湖发生的这个事件 还有过去的一些社会案件 但他就问我 不是有警察吗 我其实很难 跟一个三岁的小孩解释说 这个世界上有警察 但是我们更没有办法 提防的是坏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串的 讨论串 比较可惜的是 是这样的 我身为一个女性参选人 但是我同事也是一个妈妈 我觉得她很可惜的是 其实她还一直局限在 选战议题的层次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丁委员这一番发言 被贴上这个标签犯 就是他变成一个贴别标签的人 那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在讲 是说这个柯市长 过去在讲一些治安事件的时候 他也说了 这个有一些犯案的人 叫做随机伤人案 凶手都是很孤立的宅男 或是要里长多半活动 鼓励李明参加 发掘社会里奇怪的人 我特别讲这两个例子 并不是要说 为什么柯市长可以讲 丁委员不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丁委员跟柯市长 他们都看到了 这些社会事件 背后的社会因素 可是他们有没有办法 想到解决他的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 社会安全网的破洞在哪里 那核心就是 应该把它补起来 而不是一直让他卡在这些 你是标签犯 你失言 到最后通通都沦为 这个失言风暴的口水战而已 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家长 我们只想知道 未来的台北市长 能不能让家长跟小孩 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才是我们想知道的 至于什么样的人 会犯什么样的案子 要至于那些报告是哪一位 听说现在研究出来 是这个零万亿政委 在2014年 还是2015年的时候 写的报告 佩俊有提到说市长过去有类似一些发言 等等 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丁守中委员 他可能是把这个相关性跟因果关系 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有一些人呢 他虽然是单身 虽然是独居 可能 他提到的是 可能跟这个 就是研究数据 可能跟这个有相关 但并不代表 他是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 相关性跟因果性 完全不能混为一谈 这我要提醒 这是第一件事 那柯市长他从上任之后呢 他针对他之前所这个假设过 怀疑过的一些问题 他的的确确的 他也很努力在解决 我觉得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行为 就是说 像刚刚他们两位都有提到说 柯市长就是说 有没有政绩 可是我觉得很神奇啊 我出门前 我随便印一些资料 马上就有 广资博外园区的这个开工 南港之星开工 南门市场中继市场动工 然后呢 还去巡视了 我们那个台北市捷运工程局 代办的新北市捷运环状县的工程 我觉得全部都是政绩啊 然后妇女政策 其实丁守中委员提出来很多政策 好像都是我们已经在做的 例如说像Play for All 这个全国首座的大型共荣式游戏场 这个让小朋友 跟爸爸妈妈都可以参与设计 我觉得这 全部我随便印就一大堆的这个 一大堆的新闻稿资料 那我不知道说 大家是 像两位其实可以 上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官网 随便就一大堆 那有很多像建构友善育儿环境 所以我觉得 不要说没有政绩 是你蒙起眼睛不去看 柯市长他在这个 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面 的的确确的 为了改善自然 为了提升友善妇女 以及这个让这个育儿 或者是托育这些 就是非常多零零种种的政策 满满的都罗列在那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失言是一回事 这整个社会其实要慢慢 大家有开始调整一些心态 就是说人不是圣人 人有可能会犯错 每个人都可能会说错话 可是大家说错话的时候 他的本意是什么 还有他的行为 到底是他这样讲 可是他实际作为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对柯市长的 这个失言的宽容度比较高 是因为台北市民的智慧 是很高的 他们会判断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失言 但是没在做事 还是说他失言 但是他有脚踏实地的 在帮我们台北市民解决问题 如果他是后者的话 那我们对他失言的这个 容忍的宽限值 可能可以高一点 那像主持人提到啊 说这个边缘的优势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刚好是学管理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 就是好像模仿柯市长 例如说像丁委员 他也去做空中瑜伽 可是大家就觉得好像 这个柯市长做过 然后你也来做 好像就是感觉 做空中瑜伽的人 每天有多少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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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学大大多了 还学他吃便当 没有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柯市长先做以后 丁委员再做好像 感觉上来讲 就是在网友这边的反应 就不太一样 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有时候他不是说 外在的一些打扮 或者是一些模仿 就可以达成的 重点是在于他的心 是不是真正的接受创新 是不是真正能够采纳 就是广纳 就像这个大海大川一样 能够广纳各界的意见 去做改变 去做改善 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让人感觉到说 愿不愿意去给他机会 ok 去做 我个人对丁老师的理解 我觉得 他讲话动机应该是正面的 他也希望说能够 让整个台北市 能够建构一个更安全的 生活网络 不过我想那些统计数据 它毕竟是冰冷的 解读是要靠人的热忱去解读它 这是一个国外的公益广告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背影 一个男孩子的背影 他说 I am going to be all right 没有问题我将会变得越来越好 It's not so ba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lone 自己一个人独处 花那么多时间也不是坏事 可是讲这么多话 重点是三个字 I am so alone 我是非常的孤独 我觉得发现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深入这个问题 应该用一个更人性的 更怎么讲 不是用数字的角度 去听听人家讲这么多话 可是重点是什么 我是非常孤单的 我觉得用意是好的 但是表达方式如果出错误的话 就非常可惜 我再啰嗦一下 Maya Angel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有色人种的文学作家 他说人们会遗忘你说过的话 人们会遗忘你所做过的事 不过人们不会忘记 你留给他们的感触 你前几天公委也很抢 你说这个有一个叫什么 高嘉瑜被人家公然政治家暴 王威中酸姚文字 在外不如意不能回家打人 这事情随着譬如说姚委员跟嘉瑜 两个见面 应该也告一段落了 不过这背后也引起很多后续的讨论 重点就是说 我们刚才稍微带到 就是说文杰兄提到的时候 有柯黑议员的名单 您认为有这个名单的存在吗 市长有做一些回应 虽然说他当然没有这个名单 可是市长说法里面也提到说 那如果网友自己有他自己的所谓 怎么讲海选的名单 那他这个也说话 那您认为还是有 只是当然不是市政府或市长发动的OK 那这名单对民进党来讲 是不是一个伤害 包括如果我们不要用黑名单的角度去看 对选情也是有影响 包括我不投民进党 我去投时代力量等等这些东西 您认为怎么样 你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看 这个主要的几个市场候选人 柯文哲他的声量最高 所以以他为主体 把他做一切两分说有颗或黑颗的 他的这个power当然都是会比较强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今天说如果比如说像这个 昨天我跟范云老师同台 那么如果有一份这个有犯跟犯黑名单的话 可能因为他目前还不是主要候选人 那所以逻辑上来讲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我自己观察 我认为网友他们的这种 对议员候选人的解读也是很可爱的 你说如果说黑科名单对民进党议员 是大伤害的话那应该被公认就是这个 最打科最不留余地的王世坚 应该会受到最大的伤 不过我看其实上面这个讨论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说虽然他是黑科第一名 可是他至少始终如一啊 所以没那么讨厌 这是我看到的 那所以很多人他们会 其实你把我把它 我把它换一句话解读 大家不是真的认为说 柯文哲都不能监督或不会犯错 而是不喜欢我们用一些这个太过政治位 或选举位的去跟市政混为一谈 或者是在一些明明可以就事论事的地方上面 全面否定了市府的政绩 那其实就我自己做了四年的议员 我在这个现在打选战的时候 我也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 如果我们要 假设如果党中央或是邀委员的办公室 下令要我们全面否定柯文哲 说他一事无成 那其实也是否定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议员就是四年来 你要鞭策市府 要监督要建议嘛 那如果柯文哲什么事也没做到 不就代表我们这四年来什么也是 无所事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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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这逻辑上面根本说不通嘛 那我认为就是我们理解说 所谓的这种什么黑科或反民进党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作为 希望可以更好 是一种鞭策 你这么理解之后它就正常了 你本来打选战 我们就是摊在阳光下 让所有的选民 不同立场的人去检验 就这个是很自然的 以前也有这样的事啊 以前难道就没有黑民进党的选民吗 或者是种种不同立场的人去给予意见 所以这个是一回事 那第二个 其实我认为 刚刚讲丁守中 那我是民进党 我们也要讲姚文志 我觉得这两位候选人 过去有时候会被认为犯了一个错 就是会不会去追着火车跑 东施孝平的结果并不好 我像我刚我们讲回丁守中 你看丁守中 这个当然每个人都 都可能都有运动习惯 都会做瑜伽 但是不会发新闻考 那人家就是现任的市长 或者别人的竞云团队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博得的版面 让大家觉得好评 然后就急忙忙赶快去做 不管是掉在空中或者吓到吃熟熟 或者什么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以前呢 有那种西方科技进来之后 帮我们建水路啊 拉水管啊 那我们就有自来水 有水龙头可以用 那么很多人不明就里 就跑到五金行去买了好几个水龙头 要装在墙壁上扭 想说水就会流出来 这水不会流出来 你的基础 你平常四年来没有耕耘 你的基层的实力 或者你对政策的理解 如果都不是那么回事的话 你只是去模仿说 哎呀这个 这个好像有人当网红吃便当 然后说一些失言 怎么都得到好评 那我也来学学看 那你就是一直不断扭着空的水龙头 所以我们上一个部分在讲说 昨天前天丁守中是不是失言 是不是失言 我第一时间其实在脸书上面说 我认为这已经比较失言了 这是标准的歧视 而且以他做过三十年立委 我们对政策的理解 为什么我们可以被人民付托当明代 丁守中当三十年立委 现在要选白礼侯要选市长 就是人民希望说同样的数据 同样的资料 但是你们想做领导人 或想做民意代表 你要做这个代表的人 你有更深厚的学问或者见识 还有本事 你去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分析 怎么样理解 而且提出方法 那我之所以为什么认为说 刚刚国民党的朋友说 这个0万亿做的报告 同样一份报告 为什么透过丁守中的嘴 我认为是要被踏罚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我们分析犯罪行为学 撤写出一些可能有犯罪行为的人 他的特征 这些特征我们是应该去找 从源头去改善 例如说如果我们觉得失业跟独居的人 他可能容易接近有犯罪冲动 那你要改善 你要解决的不是人 是解决问题 你要提高失业率 你要降低失业率 你要改善 你要辅助他们的人际关系 所以是从这个方向 那社会安全网是什么 社会安全网按照丁守中的理解 不是说做一些关怀 或者从源头 在他们还没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 给予一些帮助辅助 不是的 他的意思就是把它切出来 意思就是高关怀 就是你要有警网 你要有什么的去 把这些人盯住 所以这叫做标签化 所以这才是我觉得 愤怒不可原谅的原因 那如果说你一个市长候选人 你对政策的理解 是这么的浅薄 反正有些人 他们可能高犯罪的风险 我们就把它切割出去 有些人他可能是低薪的 他可能是社会上的乱源 我们就把它切割出去 有些产业 他可能容易倒闭 这个我们把它切割出去 哇那你剩下的 你的小圈圈当然很美好 可是你能当全民市长吗 可以 我觉得这是丁守中的问题 那我也希望姚文志 没有这些问题 我们过去有一些政策 被民众认为说 好像不太接受 例如说捷运月票下降 下降到0元 现在大家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可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想 是不是我们有更进一步 能够说服人家的论述 让人家相信 或者我们怎么调整 你把它做了之后 让大家觉得 对我们这个 不是说只是关起门来讲插话 我们做的 我们讲的是关照到所有的人 而且我们是解决问题 这样民调就会起来 不是有颗或黑颗 是 这个明显 刚才威中的环扣蛮强的 他有一套他的观察 因为说如果这些需要被特别关怀 关注的人 我们就把他围起来 把他包起来 把他建一条红钩 不要来说我 这难道是真正的社会关怀吗 其实刚才提到说 这个颗黑或是的名单 其实我很担心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在多席次的选举里面 极度挺科 极度反科 都有各自的区隔市场 可是这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要是一个什么 稳健理性的多数人 能够当选成为市民 可以依赖的监督力量 全庭的就权力护 全反的不管你做什么 我通通反 我找这个人是要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对现象 我是有一点担心的 OK 再回来 刚才他的一些批评 就是丁老师记得说话 他认为说丁老师事实上 并不是建构安全网 是在间隔一个什么 隔离的大围墙 这是我的语言 来 你的回应 其实威中是相对 民党里面相对理性的 我觉得也不用刻意去 你才理性 我赞你 我觉得也不要刻意去扭曲 丁守中委员一说 主要是从犯罪预防 拿现有资料 我觉得全市可能 就说造成大家误解 他也道歉了 我觉得他是虚心道歉 我觉得要回到他本意 还是从预防犯罪 那个角度去做 如何让台北市更健康 治安更好 我就是利益良善 他也提出他的相关的做法 那我就说到底说台北市怎么去做 我觉得文家哥讲的一个重点 我就说 我觉得台北市真的不要变成 柯黑跟柯粉之间的对决 你把它扩上一个 说只要是理性监督 合理监督 那柯P完全不会犯错吗 柯P市政真的不容接受检验吗 柯文哲不管有没有选上市长 他未来可能更上一层楼 选总统 可是当一个人可以不受监督 只要是合理监督他 网路就群起围剿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 该合理监督 该监督 我就说你要鞭策他一个政治人物 才会进步 反而大家在监督他的时候 就抓网路的围剿 我觉得 把一个政治人物神格化到这样 我觉得不是好事情 刚才小琪说 我们也没有批评说柯文哲没有市政 柯文哲 譬如说我自己开车经过北门 柯文哲把北门做得不错 北门的市政是好的 可是那个是不是前任有做好规划 他执行 那好的你要有额勒 可是柯文哲有做不好的 刚才小琪在回避说是这样的问题 治安在过去几年 我拿数据来看好了 那是刑大公布的 刑案的破获率是增加的 破获率从原本的八成多 提高到九成四九成五 可是数字冷冰冰 你重大刑案拼出来是小灯泡 华山草原杀人事件 然后我们来后的鲁人 对妈妈影响多大 再来我说一下 公托的 公托的 公托柯文哲说 一任内公托跟施托要提高7比3 拜托 这数年 科并没达到 施托是七成 我在找记者的是 那位妈妈 小孩五岁了 五岁照你说可以进去公托 没法度 本我太方 阿嬷阿公没法送 因为没法度接送 在家人自己拖 实际我真的遇到 这个活生生的情况 就是这样 施托太贵 公托抽不到 这个问题在基层都存在 我们是在走这些问题 发现问题 可是我们提出问题之后 我就变科黑 那不对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健康的民主社会 合理的监督是对的 不能扣上 你下去科黑 或者说 你就是拥护科幂 就变成科本 我觉得变成民粹 这样不好 还是要合理监督 那丁守中讲错话 该修理 他也道歉了 那我觉得他是利益良善 那未来 怎么去聚焦在市政上 我觉得威中讲得对了 丁守中 牙文志都要做自己 回到自己优势的战场 去做攻防 否则你在网路上 你没有用科文哲 做假的吗 科文哲有做得好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回到市政议题 我觉得才能决于胜负 否则 我觉得台北市这个盘 对达率来讲都很难打 OK 佩主 我追问你一个小问题 这个不好意思 我戏虐一下丁老师 以前我们拍过一个广告影片 这广告影片是卖那个 我们叫什么 签字笔 签字笔就诉求说 不要断水 他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在 在海上漂流 就旁边终于看到一条 大游轮过去 他这样拿几千字 不要写个 Help 跟他求救 结果写到一半 水断了 变成嗨 那个船员跟他嗨 嗨 就这样看着大船这样过去 我戏内一下丁老师 原本一片看好的选期 那广义的范率分裂了 这样子笔到这样子 本来叫求救 就弄成一个戏内的嗨 跟大家打招呼 您看丁老师后面的选举 一百零几天而已 他最重要的变革的地方 在哪里 你要观察 我觉得像明天刚刚讲的 这个大家团结只是基本功 就是站好马步 那接下来还是要推出东西 其实昨天这个十大富优政策 很多东西是 一般人是很有感的 比如说这个我个人最喜欢的 一项是要推出台北亲子日 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说 就算是台北已经相对来讲 是都会区 已经算是托育 小朋友出去的资源 算是比较多 有比较多地方可以去 但我说实在 像亲子餐厅一大一勺 那天去五百块 一个下午 而且还限时两个小时 就要出场 这个钱不是每一个人都花得起 而且如果手上五百块 也许有更重要的用途要去用 那像昨天 丁委员未来丁市长 推出了一个 十大政策里面 有一个就很有感 他希望可以把这个 工友的设施里面 至少一个月 剩一天是免费的 是 一天不算很多 可是起码那一天 鼓励亲子一起出门嘛 就是大家减少把3C产品 抓在手上的机会 然后给爸爸妈妈一些出去 跟亲子在一起的时间 刚刚这个明贤哥讲了 其实公托私托跳票这件事情 对很多家长来讲是蛮伤心的 这个公托抽不到 私托 我之前讲过 私托是这样子 生一个的时候咬着牙可以去 生两个的时候 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妈妈 就不要上班 我那去很多被取到你拜多 对啊 那个就是遥遥无险 两个的时候 你只差先生只差没跟你说 好不好你就不要上班了 回来带孩子 他只差没有讲这句话 但是你知道 那个经济压力在那里 所以其实很多 像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就选择不要工作了 就在家里带小孩 可是这是很无奈 那我自己的小孩 现在三岁多 我都笑说他现在幼年失学 因为他没有去上课 他跟我爸在一起 阿公在带 我爸当然家姐 也会教他一点东西 但是他就比较少 跟同财相处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接下来大家可以努力 所以你认为丁老师 未来应该主谈政策 贴心的政策 我觉得政策 其实是他的强项 因为他是学者 他应该针对他自己强项 好好去发挥 那至于其他那些 比较形象上面的包装 我觉得其实不是太重要 就是水到取权就好 不用太可以 但最后我想补充一件事 我觉得柯市长 刚刚讲了几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柯黑名单 哪里需要我讲 网路自己会处理 其实我觉得这两句话 然后就听出一些端倪 你知道他对他的网路义勇 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 好世袭怎么看 这个柯文哲是一个 藍绿两档夹光 人家越冷越开花 越打他越坚强 来你做一个总结 第一大部分是 我觉得丁守中 其实是有试图要 把整个选战归到一个 他的强项上面 所以他推富有政策 然后他希望把他准备了 二三十年的东西掏出来 只是没想到犯了一个错 那这个错我觉得还蛮严重 因为他觉得要解决这个 要补这个洞 要用监控的方式 监测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就离谱了 但是他的好处是说 好立刻隔了一天 就立刻结束这个战场 我道歉 然后我再试图 用其他的东西 想办法补分 这是他算是 动作还算明快 就不要再继续在失分的 这件事情上面纠缠 没有死压的嘴硬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OK的 对你也不用在那边讲说话漫话 反正我已经称赞他了好不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刚刚小琪一直讲到说 柯文哲很努力的在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柯文哲 这么努力的解决问题 但是台北市的治安 大家不是都觉得到了台中大家穿防战衣吗 等等的 结果我们昨天才公布的那个民调 台中市民觉得应该要解决的排序 治安排到第三了 排到第三了 对也就是说台中的治安 新北市有冲到第三 还是第四 台北市就的确是往后掉了 的确发生了很多让人觉得很害怕的 这些大案子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已经在这种状况的治安下面 大家希望他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说 柯文哲非常努力就可以解决交代过去 这是柯阵营要面对的 那最后就是说我会觉得选举就是这样 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犯的错越少的人 其实最后的胜利者就是那个 少犯错的 对少犯错的那个人 所以各个阵营就是在拼选举的同时 最好也要想尽办法 避免任何的错误发生 不管是战术上的或者是讲话上的 然后各自就自己的强项去做发挥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至于柯A名单 网络上的确都有 而且网络上说还分选区 告诉你每一个选区可以支持的是谁 让你方便检索 其他必须要让他们下退场的 有哪些人 点名点的清清楚楚 那个名单里面还有同仲燕 吓不吓死人 也就是说那个名单的标准 也没有你的信仰 也没你的价值 也没你的坚持 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对柯好不好 那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 作为标准的话 其实网民对于柯文哲太疼爱了 那如果太疼爱政治人物某种程度 就是对自己残忍 你必须对政治人物严格 你必须对每一个政治人物的标准同样严格 而不是说我今天碰到他 我爱他 所以我觉得他的一切我都OK 他做什么坏事我都要吹捧他 我觉得那种他会被宠坏 那其实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崩坏 所以越宠他对自己来说并不会更好 你为了要让自己更好 你必须更严格的对待你支持的那个人 好小琪 那个因为今天怕我都集中在柯市长 给你30秒钟做回应 OK 不好意思 我要特别提了 从2015年开始 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台北市在柯市长的 这个领导之下的治安逐渐改善 那到今年为止 其实今年最新的资料是台北市治安 已经提升到全球前三名了 那美国商会公布的资料也是一样 台北治安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是非常安全 当然我不否认一些重大刑案 我们都还有努力改善的空间 但是这部分的确柯市长非常努力 在做治安 包含减少了27项警察的冗事 我觉得这对于改善台北市治安是非常有帮助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治安是全国性的 不是只是台北市长的责任 OK 好 非常谢谢今天五位精彩的讨论 我的节语很简单 There are no regrets in politics just lessons 在政治中从来没有悔恨 有的只是教训 这教训千万不要重复 再犯这个 你要付出代价的教训 这是一个台湾很有趣的广告 是一个洗面乳的广告 说今天被客户洗脸了 没关系 我回家再洗干净一点 突出难免回家把脸再洗干净一点 包括我自己要常洗脸 我是每天天后是我家 云端俊林线 明天同时间我们云端再见 谢谢五位 谢谢 谢谢